什么 韩湘子没又来过这儿 哎呀他就更糟糕了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他去了东海你就是不信 你们不是去找韩湘子了吗 怎么反过来问我们呢 是啊是不是出事了 李大哥说的对 以韩大哥的性格 他一定是去了东海龙学 寻找燕彩姑娘 可是湘子现在的法力 无疑是以卵击石 我真担心他会 那我们现在 是不是该去龙学救他们 哎呦怎么救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养精蓄锐 等度东海的时候啊 好好跟龙王一拼是吧 我明白啊 可难道我们 要见死不救吗 小云说的对 看来我们真要想个办法 你想怎么样 大家别误会 我是来归为八仙的 怎么可能呢 你之前不是说 你不相信你是八仙之一吗 现在为什么 因为正像你们所说的 我父王果然受到龙魔的妖气 一下入了魔 如果我不把他引回正道 后果不堪设想 你怎么知道龙王入了魔 他连我都想杀 最后还再一次打断了我的肌骨 他是小心由原神帮我接回了肌骨 可是他 那么 小心他 原神一灭 遇旧无从 小心帮我接回了肌骨 但是我一时半会儿还无法痊愈 后来还是燕采给我带来一些七肩龙骨 我才能够走动 韩祥子呢 没看到 难道他去东海龙穴了 不仅是这样 那我父王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那他会不会杀韩大哥 我不敢说 另外大哥 我们现在怎么了 哎呀 正在想啊 小仙见过各位上仙 哎 徒弟啊 你不请自来 不会是有什么状况吧 哎 没有没有 小仙此次前来是奉玉帝之命 玉帝从星象得知 你们八位都已经归了位 所以特命小仙前来告知各位上仙 刻日启程前往灵霄宫赴命 为什么突然见我们呢 这个嘛 小仙就不知道了 哎 你只是个土地而已 你有什么资格代表玉帝传话 小仙特够为上仙的服务 明天就要升为散仙了 别的没什么事 小仙就此告辞 两位大哥 事实上我们还差一些 怎么像玉帝赴命 这是问题啊 我也在这么想啊 但是我们能靠命吗 喂 想到法子了吗 你是明知顾问吗 我这个样子像有法子了吗 上春悲秋 我跟你说啊 我心情不好你不要惹麻我啊 你心情不好 那我心情好了吗 课日启程 课日启程 为什么不在十日二十日三十日以后再启程呢 那我们就有机会找到韩湘子了是不是啊 对啊 这个星象显示 他懂得屁啊 好显示不显示 要显示显示实在一点嘛 好让玉帝知道 韩湘子真的已经逃跑了 我们就不用那么 惆怅了 真是的 那个玉帝也真是的 我们出发就出发 见什么面呢 还不是神仙一个嘛 这个玉帝啊 他只见过我们两个人 其他他都没见过 那日后在天庭上碰到的时候 谁也不知道谁 那到时候多丢脸呢 没见过 你想到什么了 我想到就是你想到的 你是想找那个张果 办那个韩湘子 到天庭复命 这个想法是夸张点 但是管用 那除非你有更好的想法 当然有了 没有 那就这么决定了 你想不想做神仙呢 对啊 实不相瞒 其实我很多时间 都觉得自己是神仙 你正经点好不好 你不是神仙 你神棍呢 皇帝已经下令了 如果你再招摇撞骗的话 那就杀头杀头 对对 忘记了 忘记了 不过呢 现在有个大好的机会 摆在你面前 你想想看 在一万九千多米的高空啊 踏着祥云 腾云驾驳的感觉 那是很等的潇洒啊 比庄子的潇洒油啊 更要潇洒个好几千倍呢 你们说那个祥云 安不安全啊 会不会掉下来啊 当然不会的啦 七个神仙 包括你一个凡人 还会掉下来吗 嘿嘿 还有啊 你可以看到灵霄宝殿呢 灵霄宝殿知道吗 我知道 皇宫大院你去多了 但灵霄宝殿 天庭的灵霄宝殿 你去过吗 何况你可以见到 玉皇大帝的龙岩啊 玉皇大帝的龙岩 那是多少凡间的人 想见到的啊 都没有办法 我想你是第一人啦 第一个 有意思 有意思 怎么样 想不想做呀 好 正所谓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为了百姓安慰 设计福祉 我张国便一不容子 答应两位仙家的请求 一会儿吧 一会儿吧 你刚才的表现 实在是很感人 很好 如果每个凡人 都像你这样 那我们做神仙 就简单多了吧 他说的是很对啊 不过有一点 要先再次说明 汉忠离说话呢 向来有点夸张 不错 就说腾云驾雾吧 神仙掉下来 当然不会死 可若换了凡夫俗子 掉下来 啪一声 哎呦 一滩东西躺在那里 血连着肉肉 连着骨头 死得很难看哪 怪厉害 有我们在身边 他怎么会掉下来呢 意外嘛 什么叫做意外呢 意外就是这样发生的 还有啊 他只是凡夫俗子 又如何能留在天庭呢 总有办法的嘛 凡夫俗子不能上天庭啊 当然上不了了 上得了 如何上 祖凡成仙咒啊 是 不错 可是你别忘了 他不是真正的神仙 只能短暂停留 总比没有的好啊 等一下 就是有这个什么咒 就可以上天庭了是吧 是啊 是啊 行 当然了 可是你要记住 如果两个时辰之内 你不离开天庭的话 那你可惨了 会怎么样 先是浑身冒烟 再慢慢地融化 到最后灰飞烟灭 总之比掉下小云更惨啊 喂 喂 哎呀 你不要老是吓唬他 成不成啊 我怎么是吓他 我只是讲述真相 让他自己考虑清楚 我觉得事一事也无妨啊 哎 两位大仙 你们不用吵 还是让我好好想一想吧 这就对了 你们看啊 嘿嘿嘿嘿 这是我花了心思心血心力 为张伯作的新颖打扮 多么充满了鲜佳的风范啊 哎 难道只有你处理啊 我也花了不少心思 难过这个玉帝的法眼呢 哎呀 去了 你跟我比 你看看啊 张伯身上这件 单山素袍 啊 是从杭州的绸缎妆裁剪的 多么的潇洒 这顶帽子 是我花了两个时辰 才想出来的 那 稳中不时好迈 新颖中又不缺传统 多么符合我们仙家的风范 天呐 还不只是这两个 哎 你不要忘了 还有我的心血呢 看看 蚕丝鞋 金鱼腰带 还有里面的内衣内裤 走两步来看看啊 来来来 走走 来来 哎 穿起来 不会紧身 多舒服啊 哎呀 山不再高 有仙子灵啊 我搭配东西最协调的 最能符合仙家的风范 我的 那单凭这些衣饰 真能骗过玉帝吗 对啊 神仙都有法宝神力 难道 他就没有变为真伪的 火眼金睛吗 哎呦 那你就不知道了 火眼金睛的 那是孙悟空啊 那也该明察秋毫啊 明察秋毫的是包公 怎么说都是玉帝 总该有点与众不同吧 有啊 他高大威猛 哎呀 你们放心没有问题的 玉帝呢 生性大而化之 不拘小金 有时候连嫡娜消化 都分不清楚的 最重要的 就是把他 嘿嘿 打扮得像模像样的 像个仙家就行了 对 玉帝如果真的明察秋毫 分辨是非 就不会抢夺我东海的金石 海沃水族遭地震海啸之苦 还不守信用 派人强渡东海 哎呀 天哪 花龙啊 算了吧 什么时候了 你不要忘了 你现在是跟我们一条船上的 是呀 你不要再耿耿于怀了 哎 我现在跟你们在一起 是由我父王受了龙魔的妖气影响 我不能看他继续再错下去 所以我跟你们在一起 但是玉帝所做的一切 绝不能一笔勾销 哎 好了好了 各位大仙 不要吵了 大家都是一伙的嘛 像这样谈什么国家大事啊 历史人物啊 没用的 最重要的 就是 我这个造型 骗得了他吗 怎么样 你们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啊 没有吗 哎 不要再想了 现在我们离 那个回天庭的时间 越来越短了 嗯 不要再犹豫了 好吗 哎 曹国舅啊 你找到你家的祠堂了没有啊 哦 我向土地查问过了 已经知道祠堂在哪里 那就太好了 哎 这样吧 我陪你去 找回你的法器黄金户吧 嗯 好 嗯 对啊 你们个个都有法器 唯独我没有 我怎么能空手上天庭呢 周历大哥 嗯 你帮我找找啊 嗯 好好好 放心 放心吧 物是人非事事休 百年事事不胜悲 没想到我曹锦修百年之后 还有机会来到这里 我知道你故地重游 感触良多 可是现在最重要的是 快点找到黄金户 我们时间不多了 嗯 难道我不是跟黄金户有缘 还是他早已不在这里 既然你能从过去 知道他的所处 而且也出现在你面前 这是缘分 现在找不到呢 哎 会不会是你的诚意不够啊 对 列祖列宗在上 不孝子孙曹锦修 无德无才 也见事扰俗乱 要挟为祸 虽有心除魔 却无能为力 因缘之道 祖上黄金户藏于此内 但望祖先连我一片苦心 护赠有缘人 指点黎金 对啊 帮帮忙帮帮忙啊 列祖列宗 帮帮你们曹家的后代啊 这 铁大哥 好 太好了 铁大哥 铁大哥 你们每个人都有法器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 我又怎么飞上天庭呢 我们不是都会唐云驾雾 玉空飞行 难道我们就这样上去不行啊 当然不行啊 玉帝居于九重天上 灵霄殿中 以我们的法力 要飞越十万八千里 如果没有法器护身 根本撑不了那么久 你之前怎么没有跟我说啊 我也没法器 这样不是 我还没上到天庭 就要到地府去了 你就放心吧 有我跟花龙护着你 没事的 对啊 好歹你以前也是我的替身 我怎么也不会让你出事的 小云 这样吧 我可以帮你飞上去 可是 我不可以让你每次都帮我忙 周厉大哥 你上次不是说要帮我找吗 那现在怎么样 小云啊 你是荷花托氏 还曾经以荷灵为骨 藕为肉 丝为金 荷叶为衣 再生还阳 你就是活脱脱的荷花呀 所以这就是你的法器了 这个也可以做法器啊 那我怎么用啊 哎呀 正所谓一人一人